哇 宵夜 阿妹跟著笑,笑那麼開心 好啦,我們今天煎牛排,我們一樣嘛 宵夜是牛排 我們今天這個就是板件的話 就是中間這個把它修掉,等一下口感會更好 對 所以這牛排會比較小塊,但沒關係 因為 把中間白色的這個精油修掉 要好吃嘛,比較重要 好入口,口感好 牛排就是把那種不好咬的地方 你看,連刀子都不好接下去 我會用那個剪刀剪刀 先把它畫一下,因為你看 我怕剪刀剪的話,不好用 但我家的剪刀好像比我的刀利 對 對 我是怕用掉太多那個我們需要的部分 對 這裡就可以用剪刀,削出來就可以用剪刀 果然 剪刀比刀利 你看 就這一塊有沒有 中間這一塊,不好咬的 丟 對,這個要啊 對 對 所以板件的話呢 就從中間把它切一半 去把它的筋 給它弄掉 對嗎 像這個就超硬的 有沒有,一樣就是把它畫 但另外它的這個是走歪的 對,怎麼辦 沒有,我們就只能就是 自己吃嘛 嗯 對不對,自己吃就沒關係 就是歪的話就歪 然後就是 這一塊煎起來一定是比較醜一點 哦 對 然後它就是亂 裡面的那個亂走 每次弄這個好像在做手術 最近詠心因為不需要我開刀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再加一千 對,我都看報告而已 然後都在詠心醫院或多醫生這樣子 沒辦法,你是懂事啊 欸,那就是我們分析啊 怎樣怎樣 好像我現在是詠心醫院最大的 哦 對啊 那你有用 沒有人要你的股份啊 哈哈哈哈 現在詠心醫院的股份好像不是很久 對啊 不是很之前 之前大家搶的咧 現在都沒有人要 連我延期都自己去代產的這樣子 我還聽代產哦 對啊,因為 那天我就 我們就遇到雨潔啊 我就跟他聊 說,欸 哇,那家詠心醫院最大的 詠心醫院處理事情都教你 看一下那個 好 哦,因為我這邊先把它就是先熱 啊 啊 那詠心醫院的那個 董事啊 那個 王妍熙他們都不在意啦 對 所以這代表說就是 不要交給女兒是不是 因為要去代產會比較麻煩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聊說,欸 那詠心醫院都交給你啊 他說沒有啊 我之前已經請教 我說你請教我怎麼不知道 他說對啊 我說那這樣子 詠心醫院到底誰管 他說 不是你嗎 他說我 是我嗎 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小可是第二代表 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 就是我管嘛 他就交給小可處理 所以幾乎都是他出來 這樣 好 這塊不好咬的齁 我們不要捨不得 雖然還有帶一點點肉 沒關係 刀不好齁 我們就把它這樣 這一塊這樣 超稠 我那塊是要那樣的肉 你看 修完之後都是肉 對 然後呢 就是因為他就是 我們自己有處理的時候 丟在冷凍 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就是退冰的時候 是完全退到變常溫 哦 所以你看他現在不會出水了 有沒有 完全不會出血水那些的有沒有 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慢慢下去了 什麼 見證奇蹟的時刻 你要加點鹽線是不是 因為我想說我最近才會少鹽 你最近少鹽 好 那就不吃 你不吃 我自己加 我等一下自己沾著吃 好不好 可是很重口味的 應該加點墨西哥辣椒啊 你重口味 吃我就是很重口味的 對啊 這麼胖 對 對 胖嘟嘟 對 都嫌我胖 欸 我的馬表 不是馬表 我的計時器 我明明當初有取願 我要鎖了 你也是啊 鎖頭啊 好一樣 其實這不太需要時間 我記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像這樣子肉的厚度 應該要怎麼樣弄會比較好 好 現在這個肉這樣修完之後 感覺好像牛小排 有沒有 真的 好像這個無骨牛小排 而且是無油 的無骨牛小排 對 人家吃的話就是很肉 肉感更重的牛排 感覺一定 非常肉 非常的扎 好今天幾分熟 一分熟 當然還是六七分啊 好 不是很熟這樣子 對 我跟你也不是很熟 你看喔 因為我一下去之後 因為它夠燙 因為這個是鐵鍋 對 所以說呢 鐵鍋 我們今天換是鐵鍋 對 這樣做 我希望以後可以換到鑄鐵鍋 所以差不多一分鐘的時間之後呢 我就把它翻 你看旁邊已經開始變白了 有沒有 變成熟的顏色 對 好一分鐘 來 小心喔 好美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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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的牛排啊 我家的 我家的牛排 我家的牛排 不要亂打廣告 我家的牛排 我家的牛排 就是無家牛排 無家牛排 無家牛排 基本上齁 像這種厚度的牛排 那這個鍋子是比我們一般的就是 就是我們一般的這種 這種炒鍋齁 就是還要 溫度還要高 所以說它其實很快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有這個 一個一個烙 就是這輪煎鐵鍋排 用 對 這也是 比如這個是去那個 米布亞買的 對 半六塊 對 一樣齁 一面烙 烙好之後換另外一面這樣 好 然後我這個 這一天的話 就差不多一本板 好 那我先去洗 先去洗我了 OK 很會利用時間的爸爸 沒辦法 沒辦法 要多利用時間 沒辦法 因為我們不像在外面可能就是 餐廳還是什麼的 工序很多 對不對 然後弄完之後就可以就是 先放旁邊到最後再來動這樣 這麼興奮 看到牛肉齁 好 差不多齁 再一下下 對 因為你要差不多 六七分 對不對 五六分也可以 五六分 三四分應該也是OK的 沒有三四分太深了 沒有你自己要吃幾分 嗯 其實我是陪你吃的 我今天已經白 我今天 你今天只有吃兩顆蛋 三顆三顆 三顆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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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什麼都沒吃 看你們吃冰我也沒吃 對 差不多 好 看一下 對 耶 因為它夠胖 這個好像壓一下 你看它這個肉差不多 好 很漂亮喔 這樣看 跟它斑馬勒 對 好 小心喔 把娃娃拿過去 對 一樣齁 靜置 靜置 對 好 靜置 靜置多久勒 十分鐘 好 我們就等它靜置十分鐘 好 就這樣子 靜置十分鐘 好不好 然後那我們既然這樣子的話 就十天後再來看 好了齁 我們現在靜置完了齁 靜置完了齁 因為它是我們說的細長的 所以我們在切牛排的話就是 斜切齁 有沒有 有耶 對 這麼厚可以嗎 對啊 反正都靜我的肚子 多厚多薄都可以 是喔 來一下 它很漂亮亮的齁 它是蘋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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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還不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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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真的是很厲害,其實這個牛排一塊也是差不多一百多塊 但是一百多塊,這個牛排可以看起來像那種三四百塊的這種 其實如果家裡真的會去煎這個牛排或是處理這個牛的話 像這種部位的牛排真的很豐富,很豐富,很豐富 然後加點胡椒好不好 好,完成了 OK,完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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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